临江村三面环山 一面紧挨着黑龙江 村里的男人多数靠下江捕鱼为生 夏天的傍晚 鱼船归来 一只挨着一只停泊在江边 在晚风中轻轻地摇来晃去 烘托出这个边陲鱼村 特有的宁静平和 这年六月近于期的第一天 村主任李永亮家 准备新盖的三间大瓦房 正式开工了 六挂三千响的鞭炮 高高地挑在临时搭起来的 炮仗架子上点着了 炸得硝烟四起 噼里啪啦响成了一片 前来看热闹的村民 一个个都捂着耳朵 躲得远远地站着看 李永亮笑呵呵地拿着香烟 递给那些前来看热闹的男人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李主任在村子里人员特别好 再说都在一个村子住着 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 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过节 都过去帮帮忙 最起码也得到场看看 能不能伸上手帮人家一把 房子的地基去年六月就打完了 整整放了一年 李主任主要想让地基沉一沉 这样盖起来的房子才更结实 更牢靠 来帮他家盖房子的人 没有一个是从外面雇的专业建筑工人 瓦匠和木匠都是本村的 找这些人干活 除了不用复工钱以外 还有最大的好处 他们干活时肯定不会糊弄人 家里盖房子 最高兴的 当然还是村主任的老婆高喜欢了 屋里屋外的张罗着 领着几个前来帮忙的村里女人 忙着宅菜杀鸡收拾鱼 鞭炮声响过以后 还没等院子里的硝烟完全散尽 十几个人已经抡起袜刀 开始砌砖了 有技术的四个土瓦匠 各把一个墙角 其余的人在中间跑犬上 干得热火朝天 村里的那个老木匠也领着徒弟 在一边挥动着手里的奔子 开始砍驼 准备做房架子了 几个前来帮忙的女人中 有个叫春月的女人 是村里医生赵婷玉的老婆 她头一天的晚上 还因为房子的事 跟丈夫大吵了一顿 嫌自己的男人没有本事 眼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 他们还住在刚结婚时 买的两间土坯房子里 赵婷玉从一所卫生学校毕业 回村后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 开始收入还不错 可是他这个人特别爱玩麻将 来了病人也不给好好看病 问上几句 急急忙忙开个药方 拿上几片药便把人打发走了 时间一长 来找他看病的人就渐渐少了 认准走几里地到别的村子去看病 也不找赵婷玉 为这事儿 春月没少跟赵婷玉吵架 见村主任家要盖新房 而春月又流露出对自己的不满 赵婷玉没好气地说 你要是看好了李永亮 就嫁给他呗 跟我干什么 也是话赶话 春月说 你别着急 要是村主任把他那个 没有三块豆腐糕的老婆休了 我就跟你打离婚 嫁给他 赵婷玉讥讽地说 你以为自己还是几年前 没出嫁的大闺女呢 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别忘了 你也是个黄脸婆了 想嫁给村主任 村主任还不见得娶你呢 一句话 把春月气得大哭一场 别看李永亮长得一米七八的大个子 又是村子里的主任 可是他娶的老婆却特别不起眼 甚至可以说长得十分丑陋 高喜桓身高不足一米五 又矮又粗 活向五大郎脱身转世 变成一个丑陋的女人了 但是李永亮对自己的媳妇 却是一点也不嫌弃 无论去镇上 还是到县城 走到哪儿领到哪儿 村里好多女人见了李主任 对老婆那么好 又是嫉妒 又是羡慕 一个早晨 大强气到快一米高了 李永亮在新房厂 张罗着要那些干活的人直直腰 抽支烟 喝口水 歇一歇 几个人找个地方坐下来 嘴里叼着烟 捞着闲客 这功夫 只见春月慌慌张张的跑过来 大声喊叫着 李主任 可不好了 你家嫂子被砸着了 快去看看吧 李永亮似乎一愣 忙问 怎么砸着的 他话没等问完 把腿便朝后院跑 进到厨房一看 只见高喜桓双眼紧闭 满脑袋失血地躺在地上 他拨开人群 把高喜桓从地上抱起来 便朝大夫赵婷玉家跑 原来 李主任家的老房子锅灶旁 定了一排架子 充当晚假柜 油盐酱醋等一些厨房用的东西 都放在上面 炒菜时 高喜桓去架子上捧酱油毯子 可是架子太高了 高喜桓捧不到 他便找个凳子想站到上面去捧 当时春月站在他身边说 嫂子 我拿吧 高喜桓说 不用 便站了上去 他刚把酱油毯子捧到手 身子晃了两晃 便从凳子上掉下来 酱油毯子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 高喜桓当时便昏了过去 赵婷玉顾不上先给高喜桓 包扎脑袋上的伤口 带上听诊器又是听心跳 又是摸脉搏 觉得没有什么大事 估计可能被砸了一下 又受到了惊吓 昏过去的 这时候 高喜桓已经醒了过来 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 看着围在身边的人 等赵婷玉帮他清理好伤口 包扎好 人也没事了 只是说头还有点晕 赵婷玉给他拿了药 被李永亮搀扶着朝家走去 李永亮家的房子已经盖完了 可是一个月的近鱼期 过去还不到一半的时间 不能下江打鱼的渔民们闲得无聊 经常几个人凑到一起玩麻将 每天晚上都有好几桌 一玩就是一个通宵 他们一般都玩五元钱的小麻将 上线为二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 赵婷玉便走出家门 走了两三家才坐到麻将桌上 置骰子挑风 他坐在北面 几个人稀里哗啦地洗完牌 麻起来 赵婷玉随手掏出二十元钱 扔到牌桌中间 赵婷玉抓的一手牌不错 吃一口 插一张便可以胡牌 可是随后的手气实在太差了 他不但一直没换上牌不说 还给对门的政府点了黑炮 一把扔出去四十元钱 气得他直嘟囔 那天晚上赵婷玉的手气实在是被到家了 两圈下来 一把牌也没合 兜里的两张百元大票 已经改了姓 装进别人的腰包里了 赵婷玉张罗着要挑风 政府见赵婷玉总也不胡牌 调侃他说 赵大夫 都说赌场失忆 情场得意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干好事呀 赵婷玉说 老夫老妻了 谁还总想那些事 赶紧抓牌吧 政府听出来赵婷玉的话里 带点粉子味了 知道他不高兴了 便不再说什么了 专心地打着自己的牌 赵婷玉当然不是为了政府 和他开一句玩笑而不高兴 别看东北男人在外面 总是装得很大气 十分潇洒 拿着钱不当一回事 其实 多数男人还是赢得起 输不起的主 赵婷玉见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 特别怕输 可是越是怕输钱 就越输钱 玩到半夜的时候 赵婷玉兜里装个五百元钱 都掏出去了 里面已经别别的空无一文了 见赵婷玉光欠着 不往外掏钱 其他三个人便不想继续玩了 张罗这要散场 说实在是太晚了 改天再玩 可是赵婷玉输了钱 还想往回捞捞本 不想就这么散了 赶紧对其他三个人说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回家去拿钱 咱们再接着玩 几个赢钱的人听赵婷玉这么说 也不好在张罗散场了 只好坐在麻将桌旁 边吸烟边等赵婷玉回家拿钱 赵婷玉走的时候 政府和他一起出去的 到外面撒泡尿 政府回到屋子里 和其他两个人合计说 等一会儿赵婷玉拿钱回来 咱们想办法把他带来的钱 全拿下来 反正他挣钱容易 不像咱们得起五更爬半夜的 风里来雨里去地 挣那么两个辛苦钱 另外两个人听政府这么说 自然点头同意 村子不大 从他们打牌的这家到赵婷玉家 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 半个小时怎么也回来了 可是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不见赵婷玉回来 才知道受骗了 一个个喝歉连天地说 赵婷玉这小子 肯定是回家搂老婆睡觉去了 咱们也别在这儿傻等了 赶紧回家睡觉吧 说完 另外两个人哈欠连天地回家了 第二天 政府因头天晚上玩了多半夜麻将 还躺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他老婆疯疯火火地从外面回来 揪着耳朵把他从被窝里拉起来问 你们昨天晚上 是不是和赵大夫一起玩的麻将 政府从老婆手里挣出来 揉着被揪的通红的耳朵说 你发什么神经啊 是在一起玩的 怎么了 他老婆说 赵大夫上吊死了 政府不相信地瞪着老婆说 你胡说什么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打麻将呢 他怎么能上吊呢 他老婆说 不信 你出门去看看 政府觉得老婆不像是在开玩笑 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去 来到赵婷玉家门前 见真的围了不少人 赵婷玉真的死了 赵婷玉吊死在他家房子后面 一棵杏树上 李主任听人报信 领几个人把他的尸首放下来 又给乡派出所打电话 急三火四地说 齐所长 我们村里有人吊死了 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吧 听说死人了 派出所的齐所长带着三个警察 乘车赶到现场 他们掀开盖在赵婷玉身上的白单子 看见赵婷玉上吊的绳子 还系在他脖子上 齐所长一开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 看见只有一道绳子的肋痕 除此之外 在他身上再找不到其他伤痕了 初步判断赵婷玉是自杀身亡 不过必定是死人了 不是一件小事 况且赵婷玉为什么自杀呢 齐所长不敢掉以轻心 决定详细地询问一下 这时候 齐所长注意到身边有个女人 一直站在赵婷玉的尸体旁 阴阴的哭泣 一边哭 还一边捣鼓着说 是我害了你呀 婷玉 是我害了你呀 齐所长听了那个女人的嘀咕 觉得蹊跷 不觉仔细打量那个女人一眼 这个女人长得十分标志 在这样一个十分偏远的渔村 是十分少见的美人 便巧声问身边的村主任李永亮 她是赵婷玉的什么人 李永亮连忙回答说 她是赵婷玉的媳妇 叫春月 听说这个女人是赵婷玉的媳妇 齐所长决定把春月叫进屋里 询问她赵婷玉的死因 春月哭哭啼啼地告诉齐所长说 昨天晚上赵婷玉出去打麻将 半夜回来叫门 说把钱输光了 让我再给她拿点钱好回去捞本 本来我就不愿意让她出去打麻将 又听说还要钱去捞本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但没有给她钱 连门也没给她开 她在外面说 我要是不给她钱 她就去死 谁想到 她会真的寻死呢 春月说着说着 又嚎啕大哭起来 听春月这么说 齐所长不由地又细细打量她一眼 三十多岁的年龄 细细的腰身 高耸的胸脯 稀嫩的瓜子脸 尽管没有梳洗打扮 永远是不住一股特有的风情 她觉得这里面好像有点什么问题 因为输了几个钱 老婆不给钱就去上吊 有这种可能吗 她叫过来两个警察 低声吩咐了几句 又问春月 你丈夫自杀前 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春月说 没有啊 村主任的老婆高喜欢 前两天在家里炒菜时 把酱油坛子扒倒砸破了脑袋 还是俺家赵婷玉给包扎的呢 当时好多人围在外面看热闹 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 我怕赵婷玉看不清楚 把围着看热闹的人都赶走了 赵婷玉当时还说我 都在一个屯子住着 你就不能态度好一点 你听这话 想要死的人说的话吗 齐所长又问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要去死的 春月说 昨天半夜 我被敲门声惊醒 知道是赵婷玉回来了 迷迷糊糊的不想起来给他开门 当时赵婷玉在外面说 春月 你把门打开 我把钱全输光了 你再给我两个好去捞捞本 我本来就对他要钱不乐意 听说他还要拿钱再去捞本 更不乐意了 气呼呼的对门外说 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钱是一分也没有 我不能看着你把这个家输光了 当时他在外面问我 你到底开不开门呀 我说不开 坚决不开 你乐意哪去就到哪去 这个家你再也别想进来 谁知道 他又逼着问我一句 到底给不给他开门 我当时说 说不开 就是不开 他说 你要是不给我钱回去捞本 我只能去死了 听他用死来吓唬人 我更来气了 心里想你用死来吓唬谁呀 谁知道 说死他还真的就死了 早知道这样 我怎么也会开门把他放进来呀 给他几个钱再去玩几把 春月还说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他是冻着了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说话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 当时我正在气头上 也没多想 齐所长问 到底是不是他的声音呀 春月说 我当时睡得稀里糊涂的 觉得说话好像不是他 可不是他 又能是谁呢 齐所长问 你听着像谁的呢 这时候 一直站在旁边的李永亮插了一句 像赵婷玉这么爱玩的人 仅仅因为老婆不给钱去捞本 就去上吊肯定不合情理 或者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只要把和他一起玩麻将的几个人 找来问问 什么事情都明白了 齐所长听李永亮说的也有道理 让人把昨晚 和赵婷玉一起玩麻将的几个人全找来 那几个人也承认 他们昨天晚上 是和赵婷玉在一起玩麻将了 快到半夜时 赵婷玉把钱输光了 说回家去拿钱准备回来翻本 谁知道他出去再就没回来 要是因为输钱会自杀 我们不能让他走 更不能要他的钱呀 这时 那两个警察也回来了 他们向左长汇报了走访的情况 村民们反应 别看这个叫春月的女人长得漂亮 有时夜爱和村里的男人们 开几句玩笑 可他平时为人很正派 绝对没有那些男女之间 乱七八糟的是 齐所长听完汇报 再看看赵婷玉脖子上的乐痕 确实不向他杀 那么只能是自杀了 尽管自杀的原因还不很清楚 以后可能会弄明白的 他们正准备走 有人突然想起来 当时赵婷玉回家拿钱时 政府跟着一起出去了 能不能趁着这功夫 勒死了赵婷玉呢 赶紧把这话悄悄地报告了 齐所长 齐所长眼睛一亮 连忙让人把政府带回到 镇派出所 连夜突身 开始 政府还嘴硬 什么也不肯说 架不住派出所的几个人 连红带吓唬 连着两天两夜没让他睡觉 政府的精神很快垮了 承认说他确实看上了春月 也曾话里话外地试探过他 可是春月没有看上他 根本不搭理他 话说到这种份上 齐所长觉得有门 哪个罪犯能轻易地承认自己杀人呢 齐所长又让几个警察 加大了审讯力度 适当搞点小动作 想一股作气把这起案子拿下来 再说 埋葬了赵婷玉以后 事情也就过去了 小村子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庄家人总有忙不完的事 村子里哪年不死几个人 自杀的也不是头一力了 谁会把死人的事总记在心里呢 只是偶尔患个头疼感冒的 人们还会想起死去的赵婷玉 说他要是还活着 有个小病小灾的 就不用跑出老远看病了 政府也终于被放回来了 尽管还带着个尾巴 说他的事情还没有最后结束 让他老老实实在村子里待着 不许到别的地方去 实际上 已经没有政府什么事了 赵婷玉到底是自杀 还是他杀 这起案件就这么撂下了 一直没有结论 别人可以不问 村主任李永亮却不能不问呀 他几次打电话给其所长 也没有问出来个子五毛有来 这年秋天 村主任李永亮一家 终于搬到新房子里住了 搬进新家的第三天 李永亮开着家里的交轮拖拉机 到邻村把高喜桓的父母全接了来 那天晚上他就跟高喜桓商量说 想接他父母过来住几天 高兴的高喜桓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当年不是因为李永亮家太穷 怎么能娶他这么个相貌丑陋的媳妇呢 没想到 李永亮当了几年兵回来 现在又当上了村主任 一点也看不出嫌弃他 家里盖起了新房 还要接他父母过来住几天 高喜桓心里能不高兴吗 两个老人看见李永亮家 新盖起来的三间大瓦房 想到自己那个没有三块豆腐糕的闺女 嫁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心里真是比喝了蜂蜜水还要甜呀 再加上李永亮会说话 一口一个爹娘的叫着 两位老人更是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两位老人进屋稍事休息后 高喜桓已经准备好了酒菜 让李永亮陪他爹喝几杯 爷俩喝酒 老丈母娘领着外孙子出去串门了 只有高喜桓一个人在厨房里包饺子 李永亮陪着老丈爹 喝了三大杯村子里烧的白酒 老人不胜酒力 没等下桌 就躺在了炕上呼呼大睡起来 正准备煮饺子的高喜桓 谈李永亮说 你去喊娘回来吃饭 水这就开了 我马上下饺子 好的 我这就去 李永亮答应着从李屋走出来 他在村子转了一大圈 找了好几家 才找到领着外孙子 在别人家串门的老丈母娘 三个人刚进家门 顿时全下懵了 只见高喜桓大头朝下 栽进主饺子锅里 灶下还放着一只小板凳 肯定是他主饺子够不到锅炎 站在小板凳上 不小心掉进锅里 李永亮哭喊着老婆的名字 三步并坐两步跑过去 赶紧把高喜桓从锅里抱出来 可是晚了 高喜桓已被烫死了 脸上的皮都煮飞了 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大伙这么一闹腾 才把在李屋睡觉的老丈爹吵醒 猛猛懂懂的 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短短的两三个月功夫 村子里连着死了两个中年人 而且都不是病死的 一个上吊自杀 一个吊进开水锅里烧死 两家中一家剩下个小寡妇 另一家剩下一条光棍汉 烧过了七七 过了百天 村里有好事的开始窜着他们 想让他俩搬到一起去住 把两个破散的家庭 再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互相也好有个照顾 可是一提起来 不光春月不答应 连李永亮也不点头 他擒着眼泪说 高喜桓尸骨未寒 我怎么能另取新欢呢 听了他的这番话 村里好多女人都感动得 眼泪直在眼框子里打转转 回家跟自己的男人说 你看看人家李永亮 那个丑八怪媳妇没了 再给他介绍个俊媳妇 人家硬是不娶 要是你呀 怕是早把犬牙偷着笑掉了 一年以后 春月还是进了李永亮家门 他们结婚以后 村子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议论的 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早就有奸情 已经偷偷相好两三年了 两个人为了结婚 不惜把个字的丈夫和老婆害死了 不过这些议论没有一点真凭实据 不过是几个村民在私下下议论罢了 当然也站不住脚 时间一长 再没人提这件事了 他们结婚的那天 村里的人几乎全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屋子里摆不下那么多张桌子 院子里还放了十几桌 东北人在婚室在下午举办婚宴 人们从下午一直吃喝到天黑 两个人把最后一拨人从家里送出去 李永亮拥着春月进到他们的卧室 因为高兴李永亮那天也喝多了 大着舌头跟春月说 你 你终于是我的了 同样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的春月 并没有听出李永亮这句话 是什么别的意思 同样用充满爱意的目光 看着李永亮脱衣上床 温柔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此刻的李永亮更像个男人 不 他简直就像一头雄壮的野牛 冲进一片水草茂盛盛的草堂 疯狂地横冲直撞 直到这个时候 春月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男人雄风 新的生活开始了 春月却总觉得李永亮 好像有什么心事在瞒着他 夜里他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他问李永亮说 你心里好像有什么事 不便跟我说 李永亮摇头否认 我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睡觉 赶紧睡觉吧 春月说 你信不着我 李永亮笑笑说 我信不着谁 也不能信不着你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能不相信你吗 只是这些日子 我总梦到高喜欢 听李永亮这么说 春月有些伤感 又有点嫉妒 说出来的话就带点醋味了 你心里只有他 根本就没有我 我就赶不上那个 没有三块豆腐糕的高喜欢 李永亮忙说 他怎么能和你相比呢 这么说 我比不上高喜欢了 春月仍是不依不饶 别看女人有时候说话很不讲理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李永亮的意思 不过春月心里不能不承认 李永亮确实是个 有情有义的男人 高喜欢都死了一年了 他还一直念念不忘 李永亮盲辩解说 不是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我还不都是为了得到你 才 才 才怎么样 春月看李永亮说话吞吞吐吐 追问道 行了 你别再问了好不好 李永亮突然发火了 这天晚上 他们结婚以后头一次分开睡 个人睡在自己的被窝里 春月睡着了 李永亮却一直不敢睡 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就能看见 脸上已经被煮得没了皮的高喜欢 站在他跟前 向他索命 李永亮出生在临江村 他父亲是个农民 老是厚道到了甚至有点木讷的程度 在村里住了一辈子 从没和人红过脸 父亲的老是无能 实力永亮养成了一种双重性格 表面上他和父亲一样不善言谈 但他内心却总是不服输 想要得到的东西 想尽办法也要得到 他办任何事从不注重过程 只看最后的结果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不惜任何手段 比如说当兵 比方说入党 再比方说他当上村主任 还有他为了得到春月 第一次见到春月 是他当兵回来探亲 当时 他就被春月的秀气迷住了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娶个这样漂亮的女人当老婆 没想到 当他提出要和高喜桓解除婚约时 父亲竟会那么强烈的反对 甚至不惜一死相逼 在父亲的强烈反对下 他表面屈服了 可他的内心对高喜桓 一直是排斥的 从没有真正的接纳过他 结婚以后 因为高喜桓的个子太矮 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高处 想借用外界的力量把高喜桓除掉 这才发生八岛酱油毯子 砸破高喜桓脑袋的事情 可是 那次并没有把高喜桓砸死 只是让他受了点伤 回到家里养几天就好了 当他抱着高喜桓 往赵婷遇家跑的时候 当时别说是高喜桓 村里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 那是一起蓄意谋杀 这一次没有成功 他又开始策划第二次 不过第二次要谋杀的对象 已经不是高喜桓 而是赵婷遇了 他是在不能容忍自己喜欢的女人 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 李永亮知道赵婷遇爱赌钱 一直注意他的行踪 连着跟了他几个晚上 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直到那天的午夜 他看见赵婷遇一个人出来 站在猪圈旁边撒尿 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没等赵婷遇尿完 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从后面勒在了他的脖子上 背起来就走 赵婷遇在他背上只是挣扎了几下 连喊都没喊一声 便不动了 李永亮把赵婷遇 一直背到他家后院的一棵果树下 把已经死了的赵婷遇挂上去 才摸到春月家的前门 捏着鼻子 学着赵婷遇的声音前去叫门 为了除掉高喜环 他更是费尽了苦心 先把高喜环的父母接到他家 他就是想让他们都在他家的时候 把高喜环推进饺子的锅里烫死 再围装成高喜环自己掉进饺子锅里的假象 那天 等高喜环的父亲睡着了 他轻手轻脚的来到厨房 看见正站在小板凳上 煮饺子的高喜环 从后面猛的一推 毫无防备的高喜环 一头扎进开水锅里 垂登了几下变不动了 他看看高喜环确实死了 才出去找老丈母娘和孩子 他精心设计的谋杀现场 果然没引起两个老人的怀疑 事情过后 两个老人还一再劝李永亮 趁着年轻赶快找个媳妇 再成个家 不要一个人担过了 弄得家没个家的样子 每逢老人提起这话时 李永亮总是眼泪汪汪的说 喜欢尸骨未寒 我怎么能再娶别的女人呢 他还跟两个老人说 别管喜欢在与不在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父母 一句话说得两个老人热泪盈眶 逢人便说 李永亮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和春月结婚前 李永亮很少喝酒 喝酒也能把握住分寸 从不多喝 可现在他已经成酒鬼了 几乎每喝避醉 一次他又喝多了 土的满地都是 春月实在无法容忍 一边打扫 一边嘀咕着说 不能喝酒就别喝 看你土的到处都是 弄得满屋子的臭酒味 酒后李永亮特别亢奋 呜呜呱地说 我也算对得起你了 这三间大瓦房都是我给你盖的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春月不解地看着李永亮说 你盖这三间房子时 咱们还不是一家人呢 怎么能说这房子是给我盖的呢 李永亮说 当时确实是给你盖的 为了能把你娶回来 让你成为这三间新房的女主人 我可是连着除掉两个人呀 什么 春月大吃一惊 他不相信地说 你别灌点马尿 就顺嘴胡咧咧了 别让人家听到了 听春月这么说 李永亮才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连忙掩饰地说 刚才我是骗你的 真的 我能杀人吗 我不会杀人的 我不会杀人的 如果说一开始 春月还有点不太相信 李永亮的话 觉得他是在酒后亢奋 在胡说八道 那么李永亮后来为自己的辩解 反而倒是春月开始怀疑了 越想那天晚上在外面 跟他说话人的声音越像李永亮 真的是李永亮杀了赵婷玉 那么高喜环肯定也是他杀死的 等李永亮睡着以后 春月越想越觉得 赵婷玉肯定是李永亮杀的 在想起他们刚结婚时 李永亮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越发使他奸细 李永亮是个杀人恶魔 这会儿 春月的心里很矛盾 他想去告发他 把李永亮抓起来 给赵婷玉和高喜环报仇 可真要那样 他们这个新建起来的家庭又完了 他将再一次守寡 如果不去告发他 让他继续逍遥法外 那么赵婷玉和高喜环 不都白死了吗 况且这个李永亮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他能杀死赵婷玉和高喜环 真的到了讨厌他的那天 能不能也 春月不敢再往下想 看看李永亮仍在憨睡中 悄悄塌了上邪 拉开门跑出去 李永亮被什么动静惊醒 还没等他爬起来 已经被其所长领着几个警察 死死摁住 李永亮使劲地挣扎着 我怎么了 为什么要抓我 他想坐起来 想要挣脱逃跑 可他的头被人使劲地摁住 脸贴在床上 一动也动不了 接着 一副冰冷的手铐 套在他背到身后的手腕子上 这才被几个警察拎起来 朝廷在外面的警车走去 临出家门时 他看见躲在警察身后的春月 什么都明白了 狠狠地盯着他说 你好狠心呀 把自己的男人送进去了 春月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捂着脸婴婴地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